3月10号即将迈入新学年 教育部决定延续去年 因为天气炎热而放宽的服装指南 允许深深学子继续穿运动衣上课 在这项新指南下 学生在五天的上学天中 只有两天需要穿校服 另外的三天则分别穿运动服和课外活动服 至于哪一天穿什么衣服 则完全交由校方来决定 教育部部长法利纳 今天在发表教育部2024年新年训词时宣布 当局将延续去年 因天气炎热而放宽的服装指南 允许在教育部旗下教育机构就读的深深学子 在新学年开课时 每个星期两天能够穿运动服上课 法利纳表示 教育部是在征询了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等 多个单位的反馈之后才有了上诉决定 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家长们的负担 我认为了看起来很重要的 我们做决定 我们的需要 这些需要 在三个日期之后 三个日期之后 二个日期之后 一日期之后 一日期之后 所以我们的决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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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掌教后补充 校方有权利自主决定学生穿着校服 运动服和课外活动服的顺序 教育部不会插手干涉 至于有关放宽服装指南的通令和具体细节等等 也会在近期内分发给校方 马信社电视采访报道